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雕見呢 兩隻鳥的一個雕見 目前市場上的參考價是多少 要請見價 6000元 怎麼差那麼多 對 我跟你講這是什麼 那是真的就是賠了500萬 對 我告訴你 剛才我要請導播給我一個鏡鏡頭 理由是這樣 你這樣子都還看不到什麼 石脈紋 那意思就是什麼 如果是一個緬甸玉的話 拿來雕刻出來的東西 它一定上面會有石紋 這個你還看不到的石紋 我告訴你這是什麼 這個叫做玉髓 這還不是玉石 這是你的家鄉的東西 對 我就想說這個很像那個 很像花蓮的大理石那種 對 就是那種東西 然後拿來作為工藝品 做出來的工藝品 就擺在那邊做陳列 在一般的五星酒店的地下室 或哪裡 有很多這樣子的東西做陳列 剛才說一下 有可能是6000萬 來 觀眾朋友 我跟你說 這種東西 如果你到故宮看 故宮所有的古域的材料 大概有一半都是這種東西 所以重點就是說 你這個東西一定要 你要證明 他是秦始皇用過 或者如果是明朝的話 你要證明 是崇禎皇帝 曾經最後一次用的 或在什麼時候用的 你要有那個證明 如果你有那個證明的話 那就不得了了 這樣就是變成古域類 可是如果你沒辦法證明的話 這個因為這個材料很多 對 所以它是沒有價值的 那華倫哥你能不能幫我們 再看一下它的雕工 雕工有沒有可能真的是古域 因為如果以現代工藝來看的話 如果說 按照你前面的說法的話 是工藝類別的話 那應該就是現代雕刻了 好 這樣子說 現在這個東西光這樣子看 一看就知道是現代的雕刻 因為所有的東西 都是我們說的 都是機器雕的 算了 華倫哥 當我剛剛那一個提問問 讓他們存在著一點點希望 我還最想講 你還不能讓我講 算了 爸爸對不起了 你那個500萬可能是賠掉了 賠掉了 賠掉了 那是真的賠掉了 還是爸爸記錯了 應該不會 還是5000塊買的 後來爆我幹嘛 又多爆就對了 對啊 好 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玉琢 媽媽聽說也很喜歡玉琢對不對 是 好 這個是細微的 這非常的細 然後圓琢 來 我們請華倫哥幫我們開 好 這個當時買是買多少 30萬 爸爸買東西都買那麼貴 對啊 等一下 你爸爸是做什麼 我們是做那個高舟鍋機器 對 高舟鍋機器 對 就是很多那種塑膠類的東西 要黏合在一起 吹氣玩具 還有游泳圈 大賺錢喔 那時候賺錢 爸爸那個年代 對 應該是大賺錢 我們現在可能比較不好做了 爸爸那個年代的話 一定是很好做 聽說爸爸早期是廣東人是不是 對 廣東人 然後後來移民到 移居到香港 然後後來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再來台灣再開工廠 這樣子 跟爸爸 跟阿公一起來的是不是 沒有 阿公沒有 他自己過來 他自己過來 然後來了以後他就開工廠了 就念書當兵 然後就開工廠 然後先當學徒 對 然後後來就是有學了技術之後 就自己出來創業 所以爸爸那時候有沒有講說 我問媽媽好了 爸爸那時候賺錢很容易是不是 是的 剛剛藍勳姐有講 他們的年代 如果到東南亞去作秀一場 回來的話可能搞不好 可以買中校東路一大棟的房子 你們那時候呢 我們那年代真的是很容易 只有你肯做的話就都有 你能不能方便透露一下 那個年代大概哪一年 民國70年左右 然後那時候一個月最多的話 可以淨賺多少 淨賺 要講喔 講了沒有關係 那成年往事了 為什麼會 淨賺一二十萬 二十萬有 多少 二十萬 二十萬 所以那時候的話搞不好工作個半年 就可以買一棟房子這樣 一年 一年 工作一年 工作一年 就可以買一棟房子 忠孝東路的房子 可以可以 沒問題啦 沒問題 你看 可惜啊 那他花這個三十萬的話 就是一個月的薪水 一個月賺的錢 這個幾年了這個 也是二十幾年的 都那麼久了 都二三十年了 對啊 所以老公花一個月的薪水 買一個東西送給老婆 好像也是理所當然的 不算是太貴 這種東西 我說一下 這樣子的東西 在我的鑑定生涯裡面 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是屬於最多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觀眾朋友家裡 都會有這樣的東西 這邊有一些綠嘛 對不對 整個都綠 然後有一個地方 就這個地方 特別綠 那邊比較綠 對不對 這個地方就特別綠 這是蘋果綠的顏 這個東西在我的鑑定生涯 這種 我是說這種色調 是最多的 什麼 不管是A貨幣 爸爸那時候是在台灣 還是在香港買的 都在香港 也都在香港 在廣東道那邊 對 廣東道 然後一次就是買好幾手 買一手可能好幾隻 沒有 他都是一次買一個兩個 一個兩個 對 但他有說那邊 就是有些什麼捏手指 然後就是去喊價錢的 超期 在超期 現在也有 那賭 10就是這樣 對 可是靖遠 你知道為什麼要捏手指 因為不讓人家知道 對 可是問天哪文 получается 好 我講給你聽為什麼要 為什麼要抓手 那是因為沒有計算機 你知道嗎 現在是用計算機打一檔給你 對 打一檔給你看 不讓別人看 比如說打一檔 我不給你看 我就給你看 那你那個價錢是怎麼 那個暗號到底是怎麼樣 1啊 1 2啊 就是這樣子啊 20塊喔 不是 2 那你怎麼知道是1還是 有的時候嘴巴講 20呢 就是2 這個 1 就講1 然後打幾次 打10次 1 這你就知道是2 那你要是算錯怎麼辦 那你可以重複再 你要求他再打一次 我覺得他們那個真的很厲害 那每一個行業 他們其實都有一個暗號 對… 不知道怎麼樣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現在呢 爸爸是顧50萬 50萬 對 等一下 先講是爸爸顧不是我 爸爸顧的 你要把責任顧到你爸爸身上 評估一下這個手索的原著的 買入價格是買在30萬 好貴 目前上上參考價是多少 好 請建價 9萬元 9萬元 還是A貨啦 OK 還是A貨 還是A貨 好 你看喔 所有的這樣子的 算是很平常的東西啦 很一般啦 可是它的缺點就是 太窄了 就是細琢嘛 細琢的東西 如果這個東西喔 如果是寬就是正常的話 就是1.2公分的話 這個東西大概就會要20萬左右 所以細琢 稍微細了一點 對 太細了 爸爸買的好像都是細琢 我覺得這兩個會不會是 好朋友 對啊 會不會是好朋友 會不會是 會不會是一起買的 這個不一樣是不是 還是20年前那個時候的流行 都是這樣子的 對 不是 不是 還是有別的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看另外一個 非常的像 但是這個顏色好像更漂亮一點 因為它裡面帶的綠色的話 上面帶的綠色 稍微比較多一點 那個正綠色 媽媽打破的那個手鐲 是不是也是長這個樣子 比這還綠 還要綠 透的 那後來睡了以後呢 都把它丟了 其實殘骸還在 應該要把那個殘骸 那個殘骸要把它留著 爸爸應該買玉應該也還滿厲害 奇怪 他買手鐲都買對 怎麼會買到這個 會是買到玉水500萬這個 那個就是因為鳥惹的貨 他就一直要找那個 有時候人家就是 就是你一直想著那隻鳥 鳥鳥鳥鳥 後來看到東西就 他說他爸爸之前是看到一隻鳥 後來就看到兩隻鳥 就覺得划算 對 就覺得划算 然後每隻鳥人家就跟他講 買三四百萬 他覺得兩隻鳥的話 五百萬更便宜了 對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我剛才說那個多少錢 九萬 你看這個有沒有比剛剛那個好 一定有 光是那個綠色的點就多了很多嘛 你看喔 光這個 綠色的 這些 來 我跟你說 我給你兩個價格 這個 1000塊 18萬 18萬 這個顏色不一樣啊 好 好 好 但是他們想要的更多 他們估的價格呢 50萬 是估50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翡翠的一個原著呢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1000元 哇 這個 有一點意思 他怎麼看起來一樣 看起來一樣 對啊 反而越漂亮 來 信學院 我先拿這個先給觀眾朋友看 好 我們剛好這兩個可以做比較 來 導播給我回近鏡頭 你看 這個上面的顏色 這邊的顏色 你有沒有看到 這個地方的顏色 一團一團的 有沒有 它分開的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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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開始不一樣 一團一團的顏色 這是第一個 從外觀看 來 觀眾朋友 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東西 你要特別小心 來 信學院 我們看你那一隻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對不對 看這一隻手鐲 好 這一隻你看 就沒有那個一團一團的 有沒有 從外觀看就跟這個不太一樣 兩個 這一隻 這一隻 這一隻是A貨 這一隻 是B貨 你看 兩個完全不一樣 我們這樣子看都一樣 天啊 對不對 我再擺在顯微鏡下面 再這樣看還是一樣 對啊 看多了你就會 那我擺在顯微鏡下面給你看 酸化結晶又稱為填充結晶 這在保濕圈裡面 我們叫填充結晶 什麼是填充結晶 在這一塊石頭裡面 最主要的就是看這個區塊 這個區塊裡面 更重要的一個地方就是這個 有沒有看到白白的 相對的 是有點白白的一個 像漢斑一樣的 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其實你看到這整塊裡面都有 我只是把這個 特別把它標出來給你看 其實你看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這邊一塊 其實這邊都有 有沒有 一塊一塊白的 這個都是有問題的 這個都是什麼 這個都是樹脂慢慢慢慢 開始產生變化 有部分地方受熱 全部都有樹脂 有地方受熱 受熱的產生的 不均勻的顏色的變化 這邊就是白色的 別的地方就是說褐色灰色 這樣子 這就是它的問題 這樣你就應該比較容易了 好 那顯微鏡底下看的話 是比較清楚一點 好 接下來還有一個 是黃斐的一個手鐲 爸爸是不是沒有超過20萬不會買 這種東西都買29萬 你講得好耶 爸爸沒有這種 高價品的迷思 都覺得貴定了 沒有啦 那時候真的賺錢 太容易了 這也都是20幾年前 爸爸一走進店裡面就說 老闆 20萬以上拿來看 還拿出來 20萬以上別拿來 好 來 不過買玉就是看有緣人 好 來 這個買25萬 那吳希恩您自己估呢 30萬 30萬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黃斐的一個手鐲呢 買入價格是25萬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值多少 請見價 6萬元 還不錯 對 還好 還不錯喔 他最前往還到A貨 可是我跟你說 這樣子的東西 觀眾朋友你就記住 這種叫做紅斐 紅斐的手鐲 如果是天然的 去像這樣子 全部都是天然的話 這種東西 一直要多少錢 封頂全部都是這紅色的 整支封頂價大概是35萬 意思就是說 它跟綠的完全不能比 那紫羅蘭呢 紫羅蘭如果整個都是紫色的話 也可以到達大概1000萬 2000萬 好的喔 也有一2000萬 拍賣公司 可以拍紫色跟綠色 可是拍賣公司很少拍這種 為什麼 為什麼紅色的價格比較低 好 而且差距很大 你看綠色的 還有白匪 還有紫羅蘭 價格都很高 沒錯 但紅斐的價格反而是那麼低 早先這就是 已經被定義了 簡單的說就是被定義了 綠色的就是第一名 紫色的就是第二名 然後紅色的是第三 其實白色的應該要第四 第五 本來是紅色的完了以後 第四就是黃色 然後才是白色 可是因為現在白色的 因為有透明的關係 所以它變成了冰種 所以就慢慢價格就上來了 所以會跟紫色的一樣 現在甚至於要比這紅色的還要 價值還要來得好 好 來 接下來我們要看紅色的 紅色的剛剛特別講到的 就是這個紅寶 這個該不會也是在泰國買的吧 這個是阿嬤留下來的 這阿嬤留的 對 奶奶留下來的 阿嬤那時候 阿嬤應該是在香港是不是 在香港的 在香港 那爸爸那時候過來的時候 阿嬤有沒有常常回去看阿嬤 那個工作忙也比較少 我也是大概 那總部把它接過來 不能嗎 那時候不能接嗎 他習慣住那邊 這個在香港買喔 那個阿嬤啦 阿嬤留給他們的啦 可是為什麼你們知道20萬 就只是估這樣子的價格 不是 那是買價耶 阿嬤有跟爸爸講是不是 肯定有跟爸爸講 有跟爸爸講 那時候是買20萬 然後現在的價格呢 他們估是估30萬 好 這個10克拉的一個 紅寶石的一個戒指 那買入價格是買在20萬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是阿嬤留的喔 目前市場上參考價是多少 請見價 200元 怎麼差那麼多啊 對 這是一個 人造合成的紅寶石 我跟你說 如果天然的紅寶石 是長這個樣子的天然紅寶石 這麼大一顆 十幾克拉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東西 500萬你也買不到 光這樣子 光這樣子這麼乾淨 你看 從外表看 也這麼乾淨 我們什麼都不要打光了 就這樣子 十幾克拉 這麼大顆 這麼乾淨 顏色是這樣子 沒有500萬 絕對買不到 可是這是阿嬤那時候留的啊 搞不好那時候 沒有那麼高的價值 好 我跟你說 所有的只要在30年前 我不是在講所有的 30年前的紅寶石 只要香起來的這樣子 看起來這麼大顆 這麼亮 那如果買進來的 兩萬 三萬 五萬 十萬 大概都有問題 都有問題 對 九成九都會有問題 所以你看得便宜到這樣 對 它就不可能了 在以前就不是這樣 可是這樣很難想像 對 它這個相公相對 你知道嗎